大山里住着一个山大王 他把山里的小动物都快吃光了 这年冬天 他出去打猎 却只看到一只小小鸟 小小鸟实在太小了 山大王便没有吃它 回到家里 山大王啃着硬面包 伤心的哭起来 我好饿 好冷 这时 那只小小鸟飞了进来 也哭了起来 山大王对小小鸟说 别哭了 这些面包蟹给你吃吧 可是 小小鸟却掀起一点面包蟹 喂给了外面池塘里的小小鱼 山大王一见 连忙用一个大盆 把小小鱼接到自己家 并邀请小小鸟 小小鱼和自己一起过冬 他们把鱼裹身的旺旺 开始烤面包 暖暖的屋里飘出了面包的香味 山大王在几乎吃光了所有的小动物之后 体会到了寂寞和孤独 后来通过小小鸟 他明白了友谊是多么重要 并开始接纳朋友 没有朋友的日子过得孤单寂寞 有了朋友 生活就变得幸福快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